一百萬六年都兼合主帖保折主委時事訪案 將在七月二十一合開班 為了讓民眾充分了解 修理申請到後續合法 保障頂頂相關規定 中華管政府今天基拜申請前選擇稅民會 提出鄉親相關主義屬行 並把時間兩者準備 民國九十四年開始 行政委合定精特主帖政策 民國九十六年開始 兼合主帖保折主委時事訪案 正是主流 兼合政府組織和組員 共法副組組處出事 屬中的所得國民和六四者的基大問題 可以在到改善 今年度的保折風暗中華為二十一合開始接受申請 有需要的鄉親愛巴的時間 前往廣府學部台在這次港部處拿出申請 住宅租屬補貼的部分 我們張華縣政府的受理期限 是從七月二十一號到八月三十一號 那在這個受理期間 你只要提出相關的申請 那我們在十二月之前 就會把相關的資料 送到內政部去做查核 那我們希望依照往年的經驗 在明年的一月之前 就是農曆過年之前 都可以讓民眾享受到這個福利 那在我們今年爭取的部分 其中租屋補貼的部分 爭取到了一千五百六十個名額 是每個月三千塊錢 那購屋利息補貼的部分 我們爭取到的是一百八十四個名額 那貸款的上限是兩百一十萬的利息補貼 那房屋修善爭取到的是五十個名額 他房屋修善是八十萬元 是可以分十五年償還的 那我希望說在我們彰化縣 如果有租屋或者是購物需求的民眾 都可以利用這一項福利 來做相關的申請 那也希望各位鄉親 能夠把握這個時間 盡量來跟我們彰化縣政府 公務處這邊洽巡 我們有專人還有專線 為各位大家服務 這個方案自開辦以來 已經幫助中華館的鄉親 組金補貼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 組織貼貸款是補貼二千三百零 修善自替貸款是補貼四百三十六 幸好是真好 有所謂的鄉親愛百的時間 在時間裡面全翁請請 新中華新聞白民林廣府 蔡宏報道